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台Sony的FX30 最便宜的電影系列攝影機 那這台Sony的FX30呢 它詢問度其實蠻高的 那也出乎我的意料 第一個我覺得就是 價格漂亮啦 那價格低 什麼東西詢問度都會高很多 第二個就是拍影片的需求大增啦 那這一台攝影機就是 主要設計就是給你拍影片用 它不是給你拍照用 所以可能沒有機械快門 那你需要注意一下 好了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 來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吧 盒子裡面有很多廣告跟說明書 盒子裡面還有附一條 USB Type-A到Type-C的傳輸線 盒子裡面還有附給你一個 不知道什麼國家的一個轉接頭 一個小小方塊充電器 它超低瓦數才7.5瓦 超級慢充的充電器 還有一顆巨無霸的Sony電池 哇塞16.4瓦小時的電池 其實是蠻有份量的 Sony這間公司其實還蠻棒的 它現在所有的產品都是 非常大力推這種 完全零塑膠的產品包裝 所以裡面的這些小小的包裝 全部都是這種可以回收的紙嗎 還是什麼木頭木漿嗎 但是呢這些環保材質呢 它上面其實都有很多棉絮啊 灰塵滿天飛 然後上面的木屑啊 那個紙盒的屑屑都在上面 所以對這種精密的攝影機呢 真的是優點還是缺點呢 不知道 OK啦這就是我們的Sony的FX30 哇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中欸 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跳進我們的Sony FX30 感光元件的測試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我們的動態範圍部分 那在S-Log3拍攝的時候 第一檔原生ISO是ISO800 這個是曝光值在0的時候 就是正常曝光的時候長的樣子 過度曝光到3檔以內 我覺得都還算OK 那過度曝光到3檔的整個高光的恢復 我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過度曝光第4檔的話 那你的高光可能就會有一些東西進Clip 就是白色完全沒有資訊 所以差不多是過曝3檔光的話 還算OK 曝光不足的部分 如果曝光少2檔光 看起來還算OK 那你就是要在後製的時候加一點燥降啊 就是你的影像處理要自己後製去處理一下 因為S-Log3它是沒有內建降噪的 所以看起來就是很原生的噪點在上面 曝光不足三檔光以上 我覺得就是沒有什麼救了 你加了再多的噪降上去 看起來都還是一坨糟糕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檔的原生ISO2500的部分 那你在過度曝光的話 我覺得看起來跟800第一檔原生ISO其實差不多 也是過度曝光三檔還蠻OK的 沒有什麼高光Clip的部分 但是到第四檔過度曝光四檔光的話 你整個高光就已經開始有一些 沒有辦法救回來的資訊了 曝光不足的話 負兩檔光其實也還蠻OK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加了噪降後製 你可以簡單去把它處理掉 但是到了-3檔 你整個就已經幾乎沒有什麼救了 除了我們的暗部 可能少了半檔光 還沒有到一檔光 就是可能半檔到三分之二檔光的部分 就是噪點多了一些些 但是就差一咪咪而已 這結果其實還蠻讓我驚訝 這第二檔的原生ISO其實蠻厲害的 那真的如果你在拍很黑的環境 你就直接不用心疼 直接跳到第二檔原生ISO 我發現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我們在原生ISO第一檔的時候 800ISO的部分 那我們的暗部是偏綠色的雜訊 就是雜訊裡面就是看起來綠綠的 就是會有感覺像綠色色偏這樣子 但是到了2500第二檔的原生ISO的部分 那我們的暗部其實是偏陽紅的 那兩個原生ISO的暗部顏色 其實有一點不太一樣 雜訊的效果看起來也不太一樣 就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這樣子跳來跳去 你的暗部可能會有一點顏色色差 那我們也來測試一下 我們S-Cinetone的動態範圍 那S-Cinetone的動態範圍呢 可能就不是最好的 因為你只要曝光過度 就直接沒有資訊了 你想要拉回來什麼資訊都沒有 直接高光炸掉 曝光不足的部分 在第一檔原生ISO125 如果-3檔光的話 看起來其實蠻乾淨的 蠻堪用的 我覺得是蠻OK的啦 那因為我們S-Cinetone 它是直接相機內建的照鏡 就直接給它開下去 那這個相機裡面的照鏡 是沒有辦法關閉 也沒有辦法調整它的強度 所以到-4檔光的時候 我們的資訊細節 都已經看起來非常朦朧了 就沒有什麼細節 但是我們噪點就被它 整個照鏡去把它控制好 但我們的細節就完全消失了 那在第二檔原生ISO的話 那曝光不足兩檔 我覺得就還可以接受 那到了-3檔光的話 那真的就是照鏡 直接把我們所有的資訊啊 細節全部都變得非常朦朧 看不到任何細節啦 那接著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來ISO低光表現啦 那在S-Log3的話 8000我覺得就已經是一個極限了 就不要再高於8000了 8000就已經黑白雜訊非常非常多 你在後製啊你的降噪的話 已經很難消除了 那盡量就是低於8000 我覺得會比較好 S-Cinetone的部分 我覺得6400就是一個極限了 就不要再開更高了 開更高也是可以 但是你的細節就會變得超級朦朧 因為它其實就是內建的降噪啊 啊你開ISO開越高 它的降噪就開越強 啊你細節就越少了 你就看起來像是加了美顏效果 什麼東西都非常朦朧的樣子 所以就是差不多6000以內 是我覺得可以接受的範圍啦 那我使用這台攝影機一陣子之後 那我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台攝影機的一些優缺點 還有一些小小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我發現的就是它的格率還蠻神奇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掉格的格率啦 它沒有60p沒有30p 但是有24p 那24p的拍攝呢 它是在一個H.264編碼格式下面 才有一個24p 那其他的編碼格式啊還有不同的選項 就沒有24p這個選項 那有的格式可以拍攝到120格慢動作 但是有的格式可能連30格都 這個選項都不消失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們是怎麼設計這些格式的 這台攝影機的ISO設定還蠻特別的 如果你在S-Log3的話 它的原生ISO是800跟2500 如果你是在拍照或者是S-Cinetone的話 它的原生ISO是125跟400 就兩個不同的原生ISO增益 那Sony FX系列的攝影機 其實有多一個叫做SIM-EI的ISO調整模式 那其實它永遠就是在拍攝 這一台攝影機的雙原生ISO800跟2500之間這樣子跳啦 那其他的那種亮暗調整啊 其實它只是讓你模擬大概看一下 喔我大概拍了怎麼樣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永遠就是在拍攝800跟2500之間 簡單來說是這樣啦 那這台Sony FX30你沒有內建防手震 那搭配如果鏡頭也有防手震的話 那它的防震效果真的是超棒 看起來是超穩 就那些小碎震啊都整個消失 非常棒 所以手持拍攝啊 我這樣子走前走後這樣子拍 整個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一個漂亮的滑順的手持效果 那這台Sony FX30上面有一個數位變焦的 Zoom in Zoom out的波感 那其實你在拍攝像是活動啊 或是記者會就是忽然一個 我需要拍更遠的東西 那這裡就有一個數位變焦的功能 還不錯 那這個數位變焦也不是正常的數位變焦 它有兩段 就是你Zoom in有慢速跟快速 其實有兩段可以去調整 那你相機裡面也都可以去調整 說你慢要多慢快要多快 那Sony內建的一些標記功能 像是中心標記啊 或是九宮格標記 這些功能 它都沒有辦法去調整說 它的粗細啊 它的透明度 它的顏色啊 這都完全不能調整 所以整個 如果我開很多東西的話 我的螢幕上面全部都亂七八糟 我什麼都看不到 那Sony這個重播回放的頁面 其實它都沒有改善 它一樣 資訊非常少 我連這個外面 我看這個影片的秒數都看不到 那我一些輔助工具啊 脂肪圖啊 那些微色彩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開始播放之後 我也沒有辦法快速去拉 我們的時間軸去拉到我們要的秒數 假設你在拍電影 前面有一個很長的 大家在空roll一個東西 然後我要在30秒之後開始播放的話 我要先按播放 然後快轉 用兩倍速這樣子快轉到我要的地方 然後再繼續播放 這真的有點智障的設計 我真的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設計不太好 我覺得不太喜歡 那Sony FX30 它的螢幕是這樣側翻的設計 那除非你真的是 就是天天都在自拍啊 你也想要拿著FX30 這樣自拍 開心拍自己的話 那這個還滿好用的 但是你如果單純是 就是你要拍攝的話 那我自己是偏好這種舊的Sony設計 像是這一台舊的Sony A7S 那它的螢幕是這樣子上翻 那這樣子拍攝 我覺得會比較好拿 也比較好看 也比較穩 那像FX30這樣側翻的設計 就是你水平會比較難抓啦 因為你重心在中間 但是你頭偏向左邊 整個螢幕是這樣歪的斜的 所以你水平通常就是會微微的歪掉啊 就是可能是我的問題嗎 還是不知道怎麼樣 反正我覺得水平會比較難抓啦 那就是看個人喜好 如果你就是真的喜歡自拍的話 那 嗯 好 很棒 那有一個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厲害 就是它的開機速度 真的是快到飛起來 就是打開馬上就可以開始錄 這不用等欸 真的是 對於一個電影攝影機而言 這真的是 哇塞 超級猛欸 那在攝影拍攝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拍攝 然後不小心磨到衣服啊 或者是你給你的助手啊 去接相機 或者是幹嘛的 你不小心滑到你的滾輪啊 你的什麼光圈啊 快門啊 什麼東西設定 整個就跑掉 那我覺得那還蠻困擾的 但是這一台攝影機上面有一個 鎖定中置 你就長按FN 你就可以把整個相機的滾輪 轉盤都鎖定 所以你這樣子交給別人啊 或是你拍攝很激烈 幹嘛啊 單手這樣子亂抓 都不會去調整到你那些的重要的設定 那這台攝影機有超多洞洞 可以讓你裝很多配件 你看左邊有一個 上面一二三 那右邊還有一個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下方接腳架啊 或是快拆板的這個孔 結果只有一個 就有點可惜 如果這裡有兩個 然後可以防扭轉的那種 快拆板 真的是超棒 這整個就是完美 完全不用吐龍的一個東西 但是目前這樣子的話 可能還是要加吐龍 你才可以 就是可能一個半龍之類的 你才可以讓你的下面的快拆板 比較穩定 不會這樣子扭轉 如果你要上影像穩定器啊之類的 防扭轉 我覺得還蠻重要 旁邊這裡有一個小艙門 真的是超棒 就是這裡是一個全尺寸的HDMI 而且是獨立的艙門 真的是超棒 你不用說 我只需要HDMI 結果我要把整個蓋子全部打開 然後所有接孔就全部裸露在外面 不用 獨立的HDMI接孔 那我稍微測試一下 如果你有輸入麥克風的話 那你翻轉螢幕 其實是可以順利翻轉的 但是你如果插了下面的監聽孔 或是下面電源供應之類的 那你的螢幕可能角度 就沒有辦法去調整 這麼順暢了 那這台攝影機上面有一個USB Type-C的孔 那它可以讓你的攝影機 直接用USB來供電 這真的是超讚的 所以你要錄長時間的影片啊 你直接接著 你就可以一直錄一直錄 錄到你爽為止 那我覺得有一個蠻討厭的 就是它直接封死你 錄製到SD卡的格式種類 就是它直接把你封死 你連試都沒有辦法試 它直接說你記憶卡速度太慢 沒有辦法拍哦 就這樣子 它連讓你拍掉格的機會都沒有 像是有一些Full HD的設定 明明流量就沒有這麼高 但是它就是直接封死 連讓你試試看的機會都沒有 那這一台攝影機 竟然沒有快門角度 我也覺得很神奇 就是它的Cinema Line 電點系列的一個攝影機 竟然沒有快門角度 它還是用一個拍攝照片的邏輯 來設定快門 就是幾分之幾的快門啊 雖然你拍起來的東西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像是忽然要拍一個慢動作 但是你的快門超過了360度的快門 你直接拍攝一個沒有慢動作的一個慢動作 就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就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啊 你可以超越360度 結果你的慢動作可能60格 你就會直接格率砍半 甚至更低 那它其實也少了一些曝光輔助功能 像是尾色彩之類的 那它也沒有像是scope啊 那些顏色的輔助的部分 你就要外接一個螢幕 然後讓這台攝影機變得更肥胖 還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困擾的 就是這個錄影燈 有點太亮了吧 這個是爆炸亮 我螢幕這樣子 然後這個錄影燈這麼亮 它沒有辦法調整這個錄影燈的亮度 我想要保留我的錄影燈 讓我知道我在錄影 但是這個亮度沒有辦法調整 真的是有點可惜啦 除非有自己去拿個膠帶還是幹嘛的去改裝一下 不然它就是這麼亮 OK 這樣我們今天是Sony FX30的開箱測試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等一下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攝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